是小楼发的吧 嗯 哎呀 就小楼啊 有孩子形象挺好 是吧 我跟你妈都挺喜欢的 但是你说她 给人开车 虽然是总裁的司机 您能有什么前途 爸妈 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 其实楼燕她不是司机 她是 楼总 这边请 请 小楼 这不是小楼吗 那这样 李总 您先上楼等我 我去打个招呼 那我跟李总在上面等您 好 这司机啊 她 她 她不是司机 对不起 叔叔 阿姨好 嗯 你怎么在这儿吃饭呢 我正跟我爸妈说你的事呢 你就出现了 他是我的甲方 货真驾驶的大老板 叔叔 阿姨别生气啊 上次时间比较紧 没来了几个跟你们解释 这样 明天我正好有时间 开车带你们附近转转 好好玩一下 好 你先去忙吧 行 那陪好帮忙 我先去了 那我先走了 叔叔阿姨 好好好 哎 总裁呀 你跟他好了 你 你放得点心吗 你怎么回事啊 啊 总裁的司机也不行 这总裁也不行 哎 您怎么那么多事啊 我 我觉得挺好的 你这 这不能积极乐观点 你 您懂什么呀你 妇人之见 她是总裁 嗯 他们家家底多厚啊 那怎么了 又有个什么大风大浪的 她栽进去了 也无所谓 我闺女怎么办 我闺女跟她 栽进去一辈子的事啊 爸 你能不能说得要吉利的呀 是啊 你就不能盼着闺女好嘛 居安思危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悲观厌世 不理她 嗯 她一直就这样 来 孤儿阿姨 这边 你们也是第一次来 我就多介绍一下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 叫做落代古镇 它最早啊 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 可谓是历史非常悠久 这古镇其实是在 成都的龙泉山 咱们现在在的这条街 也是一条千年老街 保存得非常完好 这条街呢 也是呈现出来了 一街七巷子的一个格局 而且是属于非常明显的 明清建筑风格 那为什么叫落代古镇呢 据说呀 当年刘善把自己的腰带 落在这儿 所以就取了一个谐音 叫做落代古镇 这样 原来如此啊 你看小龙总多厉害是不是 叔叔阿姨 咱们要再往前走啊 就到了落代会馆 有很多什么广东会馆 江西会馆都在这边 要不这样 叔叔阿姨 咱们就在这儿 我给您合个眼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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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领带弄好了没 我这太好了 你在这儿这儿 干嘛 干嘛呀 你这往前走吧 要不然什么都能灌完啊 小龙总 你下午 不是还有个会吗 你来不来得及啊 要不就先 先去 会耽误吗 那个 对 我下午去是有个会 那这样 叔叔阿姨 你们先逛吧 等你们逛完了 我逛来接你们 不 不 不 干嘛呀 这么麻烦 是吧 那个 我们自己逛逛就行了 那好好好 那工作要紧啊 你不用管我 不是 好嘞 我刚才 你刚姐说得特别好 特别认真 我还想听呢 你别在意我爸 他就是这样的人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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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嘛呀 你都不能给人家 点好脸色呀 我觉得 小龙这孩子挺好的 怎么就不如你发言啊 我养了二十多年的白菜 就要让这猪崽子 没碰几面 光机就给拱走了 那凭什么呀 那这样 你带叔叔阿姨好好逛 我先回去 嗯 嗯 好 去吧 谢谢你 拜拜 嗯